我们翻开彼得前书 早上我们已经学习到三章的第七节 我们从三章的第八节再继续来看 八节到十二节这一段是在告诉当时候的信徒 同灵之间要如何来对待 三章第八节 第一要同心 我们看三章八节 总而言之你们都要同心 彼此体恤 相爱如弟兄 存慈怜谦卑的心 那个时候信徒都受苦 从环境从国家 从一些未信者在政治在信仰在生活中有不同层面 多方的来逼迫 那彼得也提到在社会国家当中 基督徒应该尽的本分 也从国家谈到家庭 那我们早上特别提到丈夫的本分 妻子的本分 那现在他谈到教会 信徒之间应该如何来对待 第一个就是同心 那的确从当时候的环境看起来 因为教会可以说是 在政治上是弱势 在人数上是少数 如果这个弱势的团体 这个少数的信徒 不能同心 又彼此来敌对 那这样的话 无法来抵挡外来的这个逼迫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会感觉到 我们怎么样去应对未来 应对这个外界环境 所给予我们的考验呢 不管是夫妻还是家庭还是教会 第一要求 第一要求的就是要同心 我们的力量不是很大 人数不是很多 假如在分彼此 那会造成 我们的力量是彼此的内耗 抵消 你要一致对外 力量就微小了 那虽然有敌对的力量 从外头来 只要我们是同心的 人家说 夫妻如果能够同心 其力可以断金 最怕的是 内部不能同心 又加上外部 给予我们的一些逼迫 那可能就不攻自破了 那就很可惜 底下他也提到 看起来好像是说 我们要同心应该如何 要怎么做才会同心 他说要彼此体恤 就去体谅对方 他的难处在哪里 在教会里面做侍奉工作 或是夫妻的生活 有些时候呢 没有办法同心 就是大家 各自做自己的 丈夫很努力地扮演 丈夫的角色 妻子也很努力地 尽他的笨笨 那两个人很尽力地 很努力地 要为这个家庭来 把他建立好 把他带领好 他要怎么样同心呢 体谅一下 设身处地 就是换位思想 换位思考一下 丈夫换到太太的位置 来想想看 身为一个太太的人 他的难处在哪里 那太太他也换位思考 今天成为一个头 一家之主 他在带领这个家庭的时候 可能面对的困难是什么 人际之间有很多的矛盾 是因为没有办法换位思考 没有设身处地 站在对方的位置 来看他所面对的困难 我们通常是 看对方如雾里看花 想当男儿 他应该怎么样做 可是要站在他的位置上 才能够感受到他的难处在哪里 他面对的挑战是什么 那就能够体恤了 所以这个体恤在爱里面是非常重要 有很多的夫妻因为他们是彼此 爱来爱去的 很坚强的爱 但因为缺少彼此体恤 后来就不得不饶焰纷灰 很可惜 因为都站在自己的立场 到最后就没有办法同心合意 因为他有本位主义 我们很怕的就是 每个人都很努力 每个人都是采取本位主义 那这一点在家庭跟今天的教会 我们特别要留意的 所以我们才会强调说分工 而且要合作 如果不能彼此体恤 只能分工 不能合作 一个中国人 他可以胜过一个日本人 两个日本人就胜过两个中国人 单打独斗是 这个汉民族 非常厉害的地方 但是两个人在一起 就没有办法 合作 甚至彼此的力量 是用来抵消 非常可惜 那就是因为 本位主义 缺少体恤 体量 一个人EQ如果高 他的人际的互动 如果是很成熟的人格 他不会只站在自己的位置 他会先为对方想 那这一点在今天 所谓的普世的新的普世价值观里面 不容易达到 因为现代人大概就是 我自己做好就好 莫管他人瓦上霜 而我们也不是喜欢管别人的闲事 可是人际的互动 如果缺少那么样的一点点的管鸡婆的那种心态 那就各自各扫门前血 但是这个各扫门前血是 夫妻或是家庭或是在教会里面要 合作一个很大的挑战 放下来 因为要彼此体恤 所以要把自己的身段放下来 不容易 一个团体里头 谁具有耶稣基督那种成熟的生命 有属灵的成熟的人格 他通常会把自己的身段放下来 在教会不讲身段 只讲我们侍奉的态度 那才是真正能够帮助教会的胜功 也能够封工 更能够合作 那这个教会得到的就是 更多数人的力量投入 那教会的胜功就得到最大的帮助 家庭也是一样的 所以彼得他应该是有感而发 他想必是理解到当时候 大环境非常不利于 这个教会信徒的生活 他特别凯切的勉励 我们一定要同心 但是要彼此体恤才有办法同心 那再来就是相爱如弟兄 这个一家里头兄弟手足之前 这个打虎捉贼也要亲兄弟 那他在这个地方 是谈到说我们都是信耶稣 那信耶稣是来自不同的家庭 我们彼此之间虽然是称为弟兄 但是我们彼此邪义里头的血 都是不相通的 也就是说不见得是有血统上的关系 也不见得是同一个家族 可能我们还是不同的族群 有德鲁古 有达安 有汉族 有客家 但是今天为什么我们能够在 同样的这个空间里头 我们一起来敬拜神 我们既能分工也能够合作 因为这个信仰把我们放在一起 就是耶稣基督拣选我们每一个人 所以我们在灵里面是一家人 那这个不是血缘的关系 但是却是比血缘的关系更长久的 更坚定的 血缘关系有时候为了利益 会分开 但是在教会里面没有再讲利益关系 没有讲利益冲突 所以教会是最和谐 最没有压力的地方 每一个人来到这个里面 不讲利益的 没有在教会里面做生意 互相竞争的 这是你的客权 这是我的客户 两边在争斗 没有的 因为来到教会 我们每个人都是把自己放下来 然后每个人都付出 因为这是家嘛 好像我们的家一样 父母兄弟姐妹 每个人都是付出 那属灵的情谊 会超越血缘的关系 血缘的关系是暂时的 我们在这地面上成为夫妻 将来在天国 就不再像是在地上的这种关系 所以将来在天国只有属灵的关系 没有血缘的关系 但是我们已经在今天的生活当中 先去体会这一层的道理 那因着耶稣的爱 也因着主耶稣把我们放在一起 我们就是一个爱的团体 那这个爱的团体就会仿效耶稣基督 把他的爱给了每一个弟兄姐妹 所以我们就会想到这是一种属灵的关系 就能够很自然的相爱如弟兄 那底下存慈怜谦卑的心 就是说要有一种慈悲怜悯 要有一种比别人看自己 看别人比自己强的一种谦卑的态度 要同心 先要具有这种态度 那我们讲到慈爱怜悯 怜悯就是一种 他本来是不配的 本来他是不配的 但是我们要用一个比爱更深的怜悯 去关爱他 那也因为我们愿意把自己的身段放到更低 所以会更加的谦卑 那这个谦卑是一种信仰的态度 如果我们没有信耶稣 我们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谦卑 所以基督徒从圣经里面来学习 我们更容易达到圣经所说的谦卑 那谦卑这个东西是很吊诡的 比如说 我可以说我自己很谦卑吗 那你们一定会说 你根本就不谦卑 哪有人说自己谦卑的 因为谦卑是一个美德 那谦卑这个美德是认为自己一无所有 但是现在我说我具有谦卑的美德 那就违反了谦卑的定义 所以谦卑不是用自己说的 不是我自己说我是谦卑 我就谦卑 但是这个谦卑也不是说我在教会做了很多事情 好像很爱出风头 谦卑跟一个人在一个团体里头做事情做多或少 也没有这些关系 因为它是一种信仰的信念 它是一种处事的风格 它是一种做人的态度 它也会讲到关系 所以基督教在讲谦卑的时候 它特别着重 它是一个信仰的概念 那一般人在讲谦卑的时候 他会讲说只是一种态度 或是一种说话的口气 这个人说话口气很温和 这个人说话的口气很客气 我们就认为说这等于是谦卑的 其实不是 说话客气柔和可以是表现谦卑的一种方法 但它不等于就是谦卑 因为谦卑它必须在内在里头 有一种最基本的思想 有一种最基本的信念 那一种最基本的信念 最基本的思想 如果我们要谈的话 它就是一种信仰概念 比如说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讲 我们认识天上的神 我们认识耶稣基督 主耶稣基督啊 他从天而降 我们来看看他的表现 圣经说他是柔和谦卑 而且他自己说他是柔和谦卑 那他怎么表现出他柔和谦卑 我们从信仰来看 主耶稣从天而降 有没有哪一个教主 哪一个宗教的教主是从天而降的 没有 他从那么高降到这么低 世上的教主 是那么低 要把他捧上天 方向刚好相反 你就知道什么叫做谦卑 谦卑是那么高 他自愿放弃这个权力 放弃原来的位置 那这个世上的教主是 他不该配 他不配有的 他不该有的 他只是一个人 但是要被捧为上人 够资格吗 什么是谦卑 那么低 要把他捧上上人 主耶稣是那么高 把自己降低 什么叫做谦卑 立刻就判别出来 那因为我们相信耶稣基督 我们认识耶稣基督 所以我们在神学上去认知 主耶稣是从天而降的 有这样的一个神学思想 就带给一个基督徒 从内在里头 整个翻转过来 对于谦卑 有非常彻底的 透彻的认识 所以如果我们的谦卑 不是建立在一种 对神的认识 对耶稣基督 从天而降 那么高降到这么低的 这样一个表现的认识 我们通常都会觉得自己可以更高 但是如果我们认识主耶稣 他从那么高来到这么低 我们就会觉得我们还不够低 我们要更加谦卑 我们要把自己放得更低 那人不是因为自大而伟大 自大并不伟大 一样的 一个人不会因为说他很谦卑 他就变成卑微 他有谦卑 他认识到神的伟大 他那么高到这么低 充满宇宙万有 但是把自己缩小 进到玛利亚的肚子里面 他是天上的神 有神的尊贵 但是他变成人的样式 而且采取了仆人的形象 所以主耶稣说 我到世上来 不是要受人服事 我是要服事人 那这个地面上的上人呢 都是给人家捧上天的 随便画几笔 就要给人家膜拜 一张可以卖两百万 不是这样吗 还要赞叹师父 感恩师父 捧这个茶给他 还要跪拜 让他来喝这个茶 佩德吗 人就是人啊 他不会死吗 他也会死啊 他不会生病啊 他不会生病啊 他到底有比一般人更高 我们不一见得啊 每天开的那几千万的跑车 那个都是信徒供奉的 佩德吗 所以我们觉得 什么样的宗教信仰 会产生什么样的灵修的内涵 我们都觉得自己还是不够谦卑的 因为曾经有那么高的神降到这么低 充满宇宙万有 却把自己缩小 放弃了一切 他本来有的荣耀尊贵 而成为仆人的形象 所以从基督教的信仰 我们才能够透彻的了解 什么叫做谦卑 有一个哲学家他说 我实在太伟大了 所以我无法谦卑 这是非常幼稚的想法 犹太人 犹太人因为他们相信圣经 犹太人他们头上都有一个帽子 简单的帽子 那个叫做谦卑帽 那个不是水饺皮 虽然很像水饺皮 但是那不是水饺皮 那是谦卑帽 那他的意思是说 不管你的身高有多高 不管你在社会上的地位有多高 不要忘记 永远在你头顶上 有一个东西比你更高 那个是代表天上的神 那是一个物质的东西 但是在提醒他们 不管你有多高 永远有东西在你之上 那就要让你想起说 不管我的身高有多高 或是血压有多高 还是你的智慧有多高 永远都有一个在你之上的神 所以一想到神 我们就要谦卑 是不是啊 那人因为在神面前谦卑 所以神看重我们 谦卑并不卑微 自大并不伟大 好不好 就是这样 那我们每个弟兄姐妹 都了解这个道理的时候 我们都学习主耶稣 我们就把自己的身段放低 那神会阻挡骄傲的人 赐恩给谦卑的人 所以骄傲的人是 神会跟他作对 那谦卑的人呢 谦卑的人呢 谦卑的人呢 神会辅助他 所以 最好的方法 最佳的途径 就是 我们不要把神当成敌对 我们也不要把神 变成是我们的敌对 我们要更加谦卑 好让神在我们身上 显出他的作为 把恩典福气赏赐给我们 谦卑的人 他会信靠神 所以他走的路呢 都是在神的道路上 那既然走在神的道路上 神就会一路带领他 真言里面所说的 这个 骄傲 就是败坏之先 一个人要败坏之先呢 就会显出他的骄傲来 败坏之先 人心骄傲 很多时候 自以为是 其实离他跌倒 已经是不远了 我们要更加的谦卑 那这样的话 在团体里头 就能够同心 有些时候在一个团体里头 大家没有办法同心 是因为大家不够谦卑 强调自己的 位分的人很多 不愿意 看别人比自己强 所以在这个团体里头 就有纷争 有纷争就有敌对 有矛盾 就没有办法同心了 那这一点 大家我们一起 互相的来学习 学书帮助我们大家 的确我们一个真正敬拜神的人 一定会觉得我们都还是不够谦卑 灵修就是要让自己 来效法耶稣 认识耶稣 把自己放得更低 我们更能够得到主耶稣的怜悯 跟帮助 我们再看第九节 不以恶报恶 以辱骂还辱骂 道要祝福 因你们是为此蒙照 好叫你们承受福气 不管是在教会 还是在教外 彼得的勉励 都是告诉我们说 别人用恶来对待我们 我们不应该以恶来对待他 别人辱骂我们 我们也不要去还口 反倒祝福 我们今天被主耶稣拣选 是为此而蒙照的 那为此蒙照 如果能够这么做 就让我们来承受福气 因为经上说 人若爱生命 愿享美福 需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 嘴唇不说诡诈的话 也要离恶行善 寻求和睦 一心追赶 这个就是当时候 在受苦的基督徒 彼得对他们的勉励 基督徒不是以恶来报恶 不是以其人之道 去还治其人 那就变成冤冤相报 基督徒在这个世上 人与人之间的对待 常常是要超越一种 公平的法则 常常是要跳脱 一种报复的概念 我们的法律 是建立在公平法则 跟报复的概念 就是以眼还眼 以牙还牙 以手还手 以脚还脚 那就是法律制定的 最基本的精神 因为这样才能够 在整个大团体当中 有嚇阻作用 才会让每个人 因着自己的行为 得到公平的对待 那他现在这个地方 他不是在谈 这个法律的问题 不是在讲法条上的公平 或是所谓的报复的概念 他谈到的是一般 个人之间的恩怨问题 个人之间的那种 人际互动的关系 那我们来看一看 他这状况 他是用一种 很超越的态度来勉励 基督徒来面对 这些困境的时候 仍然要有 更超越的这种表现 小弟很喜欢讲一个见证 这个见证每一次讲都会 令我自己很感动 就是说不以恶报恶 不以辱骂还辱骂 反倒祝福 结果他真的承受神的福气 他真的把那个 对于他非常不利的 一种客观环境 就把它翻转过来 我们一定要永远的相信 我们照着圣经所告诉我们的 这样去做 一定常常会遇到好的事情 就是教会有一个姐妹 她的整个家属都没有信耶稣 因为她自己一个人来信耶稣 她的丈夫还有丈夫 夫家婆家那边都没有人信主 那我们这个姐妹 她在一整群没有信耶稣的人家庭 当然她会觉得有点孤单 但是因为她都受了这个圣经真理的熏陶 她也立志要照着圣经所说的这样来做 那她遇见的一件事情是什么 就是说她这个家庭里头 在这个家族里面 她是形影孤单的 她被欺负 怎么欺负呢 她丈夫有一个姐姐 说话 毁谤她 重伤 那个新耶稣又怎么样 说了一大堆话 我们没有被批评过的举手 感谢主 幸好我都从来没有被人家批评过 我从来不会在别人的聊天当中变成主角 有没有 都有 或多或少 我们都成为人家谈论的话题 那从来没有批评人家的举手 都有 那我们大家要一起来努力 我们要改变 我们都受过别人言语上的苦楚 对不对 我们也曾经用我们的言语 让别人承受一些苦楚 我们真的要改变 以后尽量不要去谈论别人的是非 除非我们真的为她祷告 近时流泪祷告 我们才有资格去观察 不然的话可能会变成这批评 那这个姐妹就是这样 无中生有 她被无中生有毁谤 重伤 那很难过 谁不难过 都很难过 人家在泡茶聊天 没有啃瓜子 就啃我们的骨头 就是很难受 很难受啊 我们自己变成主角 他们没有吃德国猪脚 就把我们当成猪脚 这很难过啊 那有一天 她这个丈夫的姐姐 生病了 我们不是很喜欢她生病 比如说 那你是不是很高兴她生病了 你有办法 人总是不能够牵日豪嘛 对不对 她的丈夫的姐姐生病了 生病了 在这个家族里面 每个人都被她的嘴巴给伤害过 那像这样的人生病了 你要不要接她到家里来照顾 大部分的人都不想要嘛 平常没事保持距离都有事情啊 不当节就在收音乐 说佛空当节 所以是没事保持距离 打下去都会丢情啊 那现在你要故意把这个炸弹 接到家里来放啊 什么时候要爆炸不知道啊 没有人要把它接过来 那我们不能够说罪有应得啊 因为这个地方在讲的就是要祝福啊 你说罪有应得公平对待 以亚还亚这个是一般公平法则嘛 可是圣经讲的是比公平法则更超越的 如果是公平法则 主义书不必要 不应该为我们定书一起 所以在教会里面是讲的是比公平法则更超越的 教会里面所讲的是比报复概念更超越的 那就是什么 就是爱 不简单 那我们这个姐妹就跟她丈夫说 我们的姐姐没有人照顾 那我也没有上班 我看我就 我们应该把姐姐接到我们家里来 我来照顾她 哇 她的丈夫马上就眼泪就掉下来 因为她的丈夫也知道说自己的太太 被自己的姐姐 这样毁放重上 她心里想但是不敢讲出来 那想不到 这个基督徒妻子 这个信耶稣的妻子 竟然主动提出来 所以她非常的感动 她说那你 马上就被捂住嘴巴不要讲 她是我们的姐姐 我们的圣经 主耶稣告诉我们 要为那逼迫你们的来祷告 要爱你们的仇敌 姐姐是我们的姐姐 她不是我们的仇敌 如果是仇敌 主耶稣说你要爱她 你要为她祷告 更何况她是我们的姐姐 她的丈夫说谁教你的 我们姐妹说圣经告诉我的 主耶稣告诉我的 我所持守的这份信仰教导我的 我要成为基督徒 我就是要这样来表现 因为我们的主就是这样的 为我们做的榜样 她的丈夫非常的感动 她这个姐姐伤害了我们这个姐妹 那我们这个姐妹呢 难过一阵子 但是她想起圣经的话语 她也把主耶稣的爱 用来治疗她受伤的心 她必须要有条件的 如果这个道理你吃不下去 你听不进去 你无法去接受 那你还是永远无法去原谅 但是我们这个姐妹呢 她听了这个道理 受了这个教 看见主耶稣的榜样 她用主耶稣的爱 来治疗她受伤的心 所以她就已经超越了这个伤痕 她的伤痕已经好了 当她在这个爱里面呢 伤痕也好的时候 她超越了仇恨 她超越了辱骂 所以她就有胆量 她在爱里面她就有胆量 她就不惧怕 就有力量 如果没有超越 办不到 因为一直都在伤害当中 但是她已经好了 她用绝数的爱来治疗自己 她反而能够很放胆的 很光明的 很积极的 很正面的去要求说 把她的姐姐带过来 那现在讲她姐姐 她姐姐是曾经用话语来伤害人的 那她就想 我这个弟媳妇是真心对待吗 你看看 害怕 伤害人的 害怕 加害者心理害怕 受害者心理平安 这是哪门学问啊 这是什么力量啊 这是什么信仰啊 这是主要素来的信仰啊 所以她就想说 我这个弟媳妇 会不会暗中给我下毒 你看看 就是如此这般的 以小人之心去度君子之父 她就害怕 她没有在爱里头啊 她不安全啊 害怕啊 所以这样的人很容易就得忧郁症啊 害怕 每天都害怕 害怕人家不害她 结果是她一直害人家 她害人家她自己不会快乐 她还害怕人家害她 那受害者呢 受害者已经用主耶稣的爱 用圣经的真理来治疗好了 已经超越了 就把她接到家里来 她当然要谨慎啊 看一看啊 有没有偷放毒啊 你看就是这样 我们姐妹是真心对待啊 所以一段时间她的病就慢慢的好起来 她也发现说她的弟媳妇 是真心对待 真的是一个基督徒 那有一个晚上 她这个姐姐 就敲我们姐妹的房门 跟她敲门 打开 门一打开的时候 她这个姐姐就马上跪在地上 对我们这个姐妹说 对不起 请原谅我 我错了 当然我们这个姐妹就赶快扶她的姐姐起来 不要这样 我只是尽了我的本分 我是一个基督徒 我是耶稣的门徒 我要照着主耶稣所教导我的 这样去做 感谢神喔 整个都改变了 她这个姐姐整个改变过来 以前那个嘴巴一直伤害人 那她现在呢 这个嘴巴都说好话 说造就人的好话 而且她还说 是我这个弟媳妇改变我 她相信的那个耶稣真的很厉害 你们要信耶稣 你要跟她去真耶稣教会 那个教会真的有神 那教会真的有神的爱 你看看 本来这个环境 本来那张嘴是对她极其不利的 但是被翻转过来了 那我们这个姐妹跟她强辩吗 我们这个姐妹以恶还恶吗 以恶报恶吗 以辱骂还辱骂 没有 你这样的环导是反效果 你这样的环导是把那个恶人 推到更深的恶里头 你用辱骂还辱骂 只是让她更加的辱骂 因为她一直都缺乏安全感 那这种缺乏安全感的人 她会去加害于别人 她需要的是被爱 她需要的是像耶稣那种爱 才能够让她得到真正的安全感 才能够让她真正从那个恶当中出来 我们一般人的对待 是把她推到更深 但是唯有耶稣的爱 让人得到安全 得到保护 得到治疗 所以她就慢慢就会出来 她会离开那个黑暗 她会脾气这个仇恨 她会离开恶道 所以改变一个人 不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 是要以善报恶 以怜悯来对待仇视 用接纳来代替敌对 那这个是主耶稣给我们的教导 我们每个基督徒 如果我们都是这么做 在我们能力的范围 我们可以去做主张的 那这个是谈到个人 这个人际互动的时候 我们可以用这种方式 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 你现在心中有没有你讨厌的人呢 改变一下 她是被一种不好的概念捆绑 她是被一种不安全的感觉给框架 她可能为了保护自己 所以她先开口围墙 先对你有言语上的这种对待 因为她为了保护自己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她内在里头是不安定的 缺乏安全感的 那我们首先就是必须要在道理上要坚强起来 我们要常常去思想 去体会到神对我们的爱 然后我们在主耶稣的爱里头 我们就是没有惧怕 我们在主耶稣的爱里头 我们就刚强 并且我们就遵着圣经所告诉我们的 这样去做 我们要把它放在祷告当中 那你就会发现说这个世界会改变 原来这个世界是很容易改变的 只单单我们愿意改变 我们愿意改变我们对人的态度 这个世界就整个为我们翻转过来 这个世界为什么不改变 因为我们没有改变 所以当我们改变的时候 世界就改变 我们的人际关系就改变 我们的环境就改变 我们大家来想想看 我们现在所处的一种困难 你可能有人际上的困境 想想看 是不是因为我们一直都不愿意改变 我们觉得改变很难 我们觉得说改变对方很困难 其实不是 改变对方最快的方式就是先改变自己 改变自己 对方就改变 很多时候我们的一小步 会是对方的一大步 像一家之主 当丈夫的如果他真的能够怜悯 体谅 也知道说当妻子的 他的困难在哪里 从另外一个家庭来到我们这个家庭 把人家的饭 我不知道帮他去 所以他一定有很多的忐忑不安 但是这个会体谅的丈夫 给他很多的安全感 给他很多的帮助 事先给他提供很多的资讯 那这个为人媳妇的 为人太太的 他就会知道说他在这个家庭怎么做 他就觉得他是被理解的 他被接纳的 他被保护的 他被引导的 他就会刚想起来 所以丈夫有些时候 丈夫的一小步 是太太的一大步 那我们在人际互动当中也是一样 不关乎国家社会的规范跟法律的规条 我们单单谈到人跟人之间的关系 我们可以用这个方式来试看看 原来 改变人并不是那么困难 就如同我们愿意改变 世界也一起跟我们跟着改变 当我们唱着快乐的歌曲 这个世界就跟我们一起 和着这个音乐在跳舞 这么奇妙的感觉 是的 因为神的爱可以改变一切 神的真理可以翻转所有 因为这是无所不爱的神 无所不能的神 祂所教导给我们 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看看 好 那我们 我们再继续 小弟想说 再跟我们一起来看一段经文就好 因为我们这个圣经讲习会 还是没有办法把它讲完 那我们还是来看一段圣经 跟刚刚我们的教导有相关联的 我们来看第五章第五节 我们就假装有讲完 林长老如果回来说 没有讲完 跳过来 假装有讲完 不然没有讲完的话 还是留下来 留下来 那我就要延后 几天才能够看到我的孙子 开玩笑 来我们看看 五章第五节 你们年幼的也要顺服年长的 就是你们众人也都要以谦卑束腰 彼此顺服 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 赐恩给谦卑的人 所以你们要自卑 这是要谦卑哦 浮在神大能的手下 到了时候 他必叫你们升高 这一段也是在讲一个伦理 伦理 跟千篇也有关系的 那他这里是谈到在教会里头 或是在一个群体当中 伦理 伦理的原则是什么 第一个他谈到年幼顺服年长 基督教是一个讲究伦理的宗教 我们的神是有次序的 所以他六日的功夫 六日的时间 他创造的东西都有他的排列 都有他的规律 所以他造成我们这个星球之间的互相的运转 都是有规律的 哈雷彗星76年绕他的轨道一次 所以每76年他就会靠近地球一次 我们就可以看得很清楚 我们的神造宇宙万物是这么样的有规律的 那他在人跟人之间也定了规律 就是伦理 那这个伦理呢 首先就是年幼顺服年长 这个顺服就是尊重 年幼顺服年长 在立位纪十九章里面 特别跟我们提到 神说你们要尊敬老人家 在白头发的人面前要站立 不用了 不用站起来 虽然我是白头发 特殊我们大家今天坐着 那在白发人面前站起来的意思是说 要尊敬他 那个站起来是一个动作 是表示尊重的动作 那底下怎么说呢 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 你要敬畏神 所以他就把尊重老人家跟敬畏神 这两件事情把它并列在一起 特别说这是耶和华说的 那可见一般圣经是非常看重 所谓的伦理的观念 这里是讲年幼顺服年长 我们以前老一辈的教导都是这样的 叔叔伯伯来到我们家里 你不喊他 不跟他尊称 跟他打招呼 那这个长辈回家的时候就有事 父母就会教导 你怎么这样呢 那个叔叔伯伯阿姨来 你都没有叫他 你没有跟他打招呼 没有跟他请安 那像这个在教会里面会特别看重 那我们为什么特别提这个事情 就表示说我们今天不可以被这个世界 所谓的新普世价值观给忽略掉 给影响 今天的这个世界的新的普世价值观 人跟人之间的距离它一直拉远 一直把人跟人之间的距离一直把它疏远 所以小弟觉得说我们在教会里面 这一点我们是必须要留意的 因为教会是一个家 那我们年轻年我们小孩子来到教会 父母还是要把他教导好 这样我们才能够有一种家的氛围 那每个人从这个团体都会感受到说 这是一个家 我们就能够相爱如同弟兄 所以年幼顺服年长 这是一个伦理的要求 基督教是伦理的宗教 我们就要这么做 但是基督教讲的道理 他一定是整全的 同整的 他不会是片面单向的 他不会讲极端的东西 那底下我们再看 底下我们年轻人就可以看 就是你们众人也都要以谦卑束腰 彼此顺服 他刚刚提到年幼顺服年长 现在是讲弟兄姐妹大家在一起的时候 要彼此顺服 那彼此顺服就是双向的 好了在伦理上要顺服的时候 要尊敬的时候就是年幼的顺服年长 但是双向的时候就是打破了 年纪大小的这样的一个限制 也就是说有时候年长的要去顺服年幼的 这是圣经的概念 所以他就会变成是非常客观 非常整全 是非常同整的一种概念 那我们就会去想 那在教会里面 有什么时候 有什么哪些事情 是需要彼此顺服 年长也要顺服年幼的 有没有啊 有很多 譬如 我们在台前领师的 我们这几天也有安排国中生 高中生在前面领师 也有私情 那领师的人员 可能是我们的孩子 或者是说是我们的孙子 那他在这边领师说 我们唱诗一百首 你要不要翻一百首 你不可以唱两百首啊 你不能够说我是阿公啊 阿孙耶 不要唱一百首啦 阿公更要唱两百首 你改两百首好不好 不可以啊 为什么 这个时候就是年长的要彼此顺服 你要去顺服年幼的 因为教会安排他来带领师送 每个人都要翻到一百首 每个人都要翻到一百首 虽然你是阿公 你现在也要听他的 这个叫做彼此顺服 所以我们这个教会是很特别的 我们这个教会很特别哦 有年幼顺服年长 但是年长的也要顺服年幼的 就是在这些事情上面啊 因为他职责所在啊 我们年纪大的 我们要帮助这个小弟兄 在他职责所在之处内 完成他的工作 大家要一致的配合 要顺服他 所以我们大家都翻一百首 大家一起来唱 另外 教会在安排圣工的时候 有那个很会私勤的 那当然我们就安排他私勤 我不会安排小弟啊 我不会啊 我不会私勤 我以前读神学院还读到补习 你知道吗 有没有听说那个读神学院 读到还要补习的 因为神学院里面要弹琴啊 那老师说 你手怎么这么硬 都选拼拼拼 我都已经三十岁了 才叫我弹琴哪有办法 人家是三岁五岁才弹琴 弹五线谱啊 弹不下去啊 砰砰砰砰好像在打铁啊 那老师就说 不然你回去让你太太加一下 叫你太太给你加 所以我读神学院读到要补习啊 就是要回去练琴 那我太太说 那老师说 叫我回去保识了 你拿我加一下 那我传道了两句说 不然你大口我听听听听听 五线谱啊 和弦音四音嘛 弹下去 我说怎么样 可以吗 有救吗 他说 小木不可雕 这太太对我讲的第一句 非常重的话 小木不可雕 那要怎样 你圣经母的聪明就好了 不要再来 老人笑啊 闭闭闭 还要跟人有钱 他说 这个是五音不全 我说我只谈四个音 没有啦 你这一列都叫做五音不全 虽然我只谈四个音 他也说五音不全 所以你看看 就是恩赐上 刚刚是谈到职务上 他的职务 他的工作就是领事 我们要配合他 如果教会里面有恩赐的人 私情 我们就安排他私情啊 就是我们大家尊重他 大家一起来配合他 那有不同的恩赐啊 除了私情以外 还有其他不同的恩赐 英雄出少女 你没听过吗 现在很多年轻人很有恩赐 那我们老人家呢 可以啦 可以当老人家 头发最白 老人家也是要顺服他 要听他啊 这个叫做彼此顺服 是双向是打破那个单向的 打破年龄的限制的 那你说这个家庭可爱不可爱 太可爱了 那这是什么道理 神的道理啊 太好了 不是的 没事看到那个上人 把他捧上天 那这个是人嘛 怎么变成上人呢 画一画 他可以卖两百万 不应该啊 他不配得 人就是人 那教委里面 看这件事教委里面 你看 拜托法德也需要听到 那个国中生 一百首我就翻一百首 不可以抗议啊 是不是 不可以商量 你可以商量 他还没有上去的 以前你可以跟他商量 那他说一百首就是一百首 两百首就是两百首 就是这样啊 那要怎么样才有办法彼此顺服 他前面讲一句话 他说以谦卑素妖 你先要用谦卑来束妖 把自己的妖束起来 你有没有看到那以前那个演戏啊 那个大家闺秀 他明明三十二寸妖的 每次吹 吹到变二十三寸妖的 有没有看过 有啊 那拔河啊 那个布巾啊 一个人拉那边 一个人拉那边 拔河啊 一直吹吹到无法闹开了 就勉强变成二十三寸妖 是不是 那么会很难过 很难过啊 呼吸会不会困难 会困难啊 所以他现在就是这样讲啊 你要用谦卑来把自己的妖束起来 约束自己啊 所以才有办法彼此顺服 所以年长的 年长的要学谦卑啊 年长的你不是说你活好失恋 你就是老大 没有在教会里没有老大 在教会只有主耶稣 居首位 然后我们都是他的儿女 只是年纪比较长 然后我们在教会里面也要讲伦理 所以看到年纪比较长的 我们就对他尊敬 但是不是说这样就可以随便欺负小弟兄 我们还是要爱护他 昨天小弟 昨天我跟一个小弟弟下棋啊 下五子棋 赢了我啦 我这么很厉害了 怎么这么厉害 谁家的孩子 五子棋下没有几棋 他赢我了 我也要承认说 你比我厉害了 我头发这么白了 你还比我厉害了 你这个谁家的孩子这么聪明 你要承认你输他 他也很高兴 让他高兴一整天有什么不好 教会里面就是要这样 所以没有所谓什么上人下人 好不好 有上人就有下人 不要那么下人好不好 就是这样 教会里面这个道理就是这样 圣经的道理啊 你看人本宗教 人的道理啊 人的宗教就去想想嘛 捧上天啊 都一样是父母生的 哪有上人下人 不对的 不配的 只有神才是神 其他都是人 没有上人没有下人 也没有中人 是不是 基督教的道理还是比较超越 这是神的真理 那我们看第七节 第七节 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 谢给神 因为祂不念你们 好了 那这个讲到 这个忧虑的道理 彼得可能也想说 当时候很多 在患难中的这个童年 会不会这个苦难过深 然后他们 力不能胜 所以就 会有这种忧虑的表现 就没有办法 一时之间没有办法 让这个苦难 给卸下来的时候 他们的忧虑就过重 那他就写了这个道理 将一切的忧虑 谢给神 这个道理不容易体会 因为那个忧虑是在心头上的 如果我们今天是单了一个担子 很重 那是有形的担子 我们就直接把它放下来 但是通常我们 在心里头有一个很大的负担 它不是一个具体的担子 你把它拿也拿不出来 你要放也不放不下 那什么叫做忧虑谢给神呢 他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要学习到交托出去 交托 不简单 学到这个头发摆的还是没办法 所以这个头发摆的人 跟人家讲这个要忧虑谢给神好像不太搭 所以这个道理就先勉励我自己好了 因为这个头发这么摆 就知道这个人忧虑大概太多了吧 你看 你看 将一切的忧虑谢给神 就是要祷告 小弟的体会是说 如果我们真的有忧虑的话 要借着祷告谢给神 那要怎么样祷告才能够把这个心中的担子放下来呢 有一个故事 撒木尔的母亲哈拿 哈拿的故事是写在撒木尔记上第一章 小弟用讲了就好 五分钟就要把它完成 那这个哈拿是怎么样呢 在古时候他没有生孩子 那圣经说神暂时不让他生孩子 也就是说有一些人结婚以后呢 神让男女结婚以后 他有一个自然率 一般来说男女结婚就是他能够生育 除非比较特别嘛 那现在是神的力量介入 就是说神让哈拿没有生育这个事情 他不是放在一个自然率当中 是神的力量进入 暂时让他不生育 如果神没有这个力量进入的话 他一般的情况来讲 在自然率里他可以怀孕的 所以他现在不能怀孕是神的作为 神力量直接介入到这个事情当中 对他来讲很不公平 他因为这样 所以被他丈夫的另外一个太太 因为以前旧约时代 这个婚姻比较乱一点 那圣经就把这个事情记下来 不是说圣经允许他这样做 人又软弱 那圣经只是据实已告 就把它记录下来 哈拿他的先生另外一个太太 叫做屁尼娜 这个屁尼娜看起来德性不好 因为他仗势着自己生育 来欺负这个没有生育的哈拿 哈拿他有一个痛的地方 那这个屁尼娜呢 就仗着自己的优势去供他这个伤痕 你看看我们有一个伤痕 我们的敌人每一次打就打这个伤痕 你一定会很难过啊 是不是 而且那个时候大家不知道说是神 特别让哈拿还不能生育 那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 神对哈拿真的不公平 是的我们读到圣经 我们可能会认为说神真的很不公平 那现在要讲的就是说 他的丈夫真的爱他 所以给他的东西都是加倍的 但是丈夫对他很好 对他特别好 他的压力会特别大 有吗 有当时我们不是怕人对我们不好 是怕人对我们好 有没有 那丈夫对他这么好 结果他没有为他的丈夫生一个半子 是不是压力很大 你对我家后 但是我没有办法弥补你的缺憾 所以他心里压力会很大 丈夫越爱他 他心里压力会越大 他在这种情况底下 他就很难过 所以到神面前去献祭 守节的时候 他都哭啊 他都哭泣 哭得很伤心 他的敌人屁你哪 每一次攻他痛的地方 所以他心头上有一个很大的担子 但是他遇到了当时候的先知 这个乙力 乙力看他这样祷告的模样 好像是醉酒 但他太伤心了 所以圣经说他痛痛哭泣 痛痛哭泣啊 请心吐义 这个态度很珍诚 在神面前跪着一直哭 是否我们有这种经验 跪在神面前的痛哭流涕 请心吐义 禁食已经一段时间祷告 禁食祷告 许愿祷告 所以他所有可能用在祷告当中的那种极致的感情 通通放进去了 通通哭泣 持续一段时间 禁食不吃东西 还许愿祷告 禁食不吃东西 电视不吃东西 可以不吃东西 有些住道 绁食不吃东西 不吃东西 讲几句话 想不到这个哈拿 神就借着这个疑虑的话语 让哈拿的心就开了 开了以后他就想说 那就不要再带着这个愁容 所以他就去吃饭了 那就表示说他把这个事情放下了 让他苦楚很久的时间的这么一件事情 透过他的祷告 他真的把他放下来 然后我们去思想他的过程 他的祷告到底是什么样祷告 为什么他能够放下来 关键在于他祷告那个过程 我们可以简单的看圣经 他怎么描述这个哈拿的祷告 第一个痛痛哭泣 痛痛哭泣要流眼泪 眼泪要流得够 已经流了一段时间了 他的情感有及时的表现 哭不是这个随便的哭的 不是说只有滴底下眼泪的 痛痛哭泣 他把这个问题带到神面前 没有人能够解决他的问题 他的丈夫可以爱他 但是他的丈夫没有办法解决他的问题 丈夫的爱主是增加他的压力 所以他只好把这个问题带到神面前 痛痛哭泣 就是眼泪要够 那进食一段时间 就是要实习一段时间 时间要够 请心吐义 那个态度要真诚 够 够真诚 进食 许愿祷告 各个方面都够了 从时间上来看 从破戒的程度 从眼泪流的 也都够了 所以他能够交托 那我们就可以从这里来得到一个答案 就是说 现在我们还没有办法把他卸下来 可能我们的时间还不够 我们眼泪流的还不够多 我们的态度还不够迫切 神要建造我们内心 这个时间点还不够 如果够的话 像哈纳 他就真的能够把他放下来 就交托出去了 所以我们就是要借着祷告 一直努力 直到真的有一天可以放下来 那他的问题解决吗 他那个时候 问题还没有解决 但是他那种交托就是 把他当成是已经成全了 所以祷告就是可以改变我们的心境 祷告不一定马上 在那个时间点马上就改变你的问题 解决问题 但他可以让我们的整个心境改变 他就带着那个已经在祷告当中 得到改变的心境 回去面对他的生活 圣经就说 神的时候到就让他怀孕 他怀孕以后就生了撒木偶 生这个撒木偶 这个撒木偶很会祷告 是因为这个很会祷告的妈妈 生出很会祷告的孩子 然后这个撒木偶他长大以后来带领百姓 让百姓从罪恶里面来改变 复兴起来 就是因为他不断的一直祷告 为百姓祷告 所以就改变这个国家的命运 那这么会祷告的一个先知 就是由这么会祷告的妈妈 把他生出来 那为了让这个妈妈很会祷告 所以神就让他暂时没有生育 然后让他的对敌生育 让他对敌的优势来攻击他 使得他没有办法无处可 请诉 他就只好把这个问题带到神面前 神就让他有一个祷告的负担 有一个祷告的神圣任务 因为在他的肚子里面将来要孕育出一个 一直用祷告来带领以色列百姓信仰复兴的一个先知 所以神预先让哈纳受这么多的苦 让他有这么大的祷告负担 然后他周遭的 先生给他很大的爱 压力很大 对敌一直欺负他 让他痛很深 然后他就是只好来到神面前祷告 这么会祷告的妈妈 就生出这么会祷告的先知 然后数十年以后 让整个国家的信仰能够复兴 所以有些时候我们要想 苦难在这个时间点 我们不一定能够明白 说不定在日后的某一个时间点 我们就真的能够清楚 所以在苦难中 还是按着彼得前书告诉我们的 我们该有的本分 我们该有的敬虔的生活 我们该怎么样的 来按照这个道理来 过我们的日子 那我们总有一天 就是会看见神的恩典 美好的旨意 就会实现出来 我们就可以在当中 来得到一种美好的体验 那彼得前书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